打客生蛋加入果汁機裡 攪拌均勻 潮州老牌木瓜牛奶 多一味濃厚香醇 隔壁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板條用番茄醬調味 散發出粉紅光澤 染上粉色的客家炒板條 吃完還有甜點 招牌包餡湯圓 再加上各種選料 又冰又熱的水冷冰 口感特別 總吸引遊客排隊來上一晚 加上一旁攤位 香噴噴烤玉米 也讓人食指大動 那個然後還有烤玉米啊 插龜啊 還有木瓜牛奶加蛋 對 那邊都還蠻好吃的 吃完一輪想要找景點走走 就近就有 位於潮州的鐵道博物館 有好幾隻大兔子裝置藝術 坐落在園區裡 成為最新打卡景點 本來就是想說 我們先來探一下 路徑然後環境看一下 然後等過年的時候 再帶家人跟小孫子 來這邊玩一下 那邊現在蠻熱鬧的 蠻多美食還有事情 所以就去走 有民眾直言 幫親朋好友先探路 一大段綠色隧道 光看就很療癒 農曆年到潮州 不只能逛市集 吃喝玩樂通通能一次解決 下期喜歡住運節 往旅館評論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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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